哇 带大家看一看 我们今天是来参加活动的 我们达茂棋 在猪包办事处 要举行一个达茂棋 特产推广 首先看到的是达茂 其次看到的是牛羊 那达茂肯定是牛羊的天下了 现在商家正在摆这个产品 但是很遗憾的是想跟大家说 这次的主角 也不是我 我们是陪着小鹿一起来参加活动的 它是我们达茂棋好物推荐官 肉眼可见的 但平台粉丝量低 真的是很吃亏的 比如说这次 把达茂棋的一网红小鹿 然后就担任了我们这个推荐官 达茂网红产品推荐官 来这个猪包办事处 来给大家展示 我们的这个达茂棋的这个牛羊肉产品呀 什么客餐呀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我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嘛 我这次是负责商务 不计咱没办法 咱射牛 咱有这个资本 咱就得负责这个事 心态还是蛮好的 我也争取有力啊 把我的账号做到 百万以上 然后争取早来 用实现 独在一方 然后我现在去看一下 上面直播带火 就续的情况 现在是晚上已经到了七点多了 我们这一场活动是七点半到九点半 我要全程陪同小鹿走完这个活动呢 接待商家 沟通 各房年的事 现在 我先去看一看 场上是什么情况 先来展厅看一下我们的产品 是我们达茂江江的资产酒 自己真的满恩头 哇 麻雀随小五脏七雀 我们达茂草原的这个产品还是蛮丰富的 奶茶 哇 奶茶牛肉干酒 奶茶牛肉干酒 还有火锅 还有火锅 麻酱 因有尽有 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享受美食了 这边就拿走 绿色转型开放发展的总定位 确定了打造生态 活力 平安 和谐的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法茂 总目标 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就有一个广电威选 零点进行广电威选 刚才的林远柔真的可以瞬间了歪 是的 还有我们刚才特别喜欢的这个 中文联网的发展 越来越多 很多的朋友都是通过自媒体 让全国 乃至全世界 认识了达茂 也让人结底子的达茂 人成为了关注 并成的焦点 这其中啊 有一批致力于传递正能量 带颜新家乡的网络主播们脱颖而出了 这图画说的好 张静 男女搭配的 对啊 三人带或者热搜壁我 因为接下来我们邀请了这位 达茂好物的推介官呢 他是一位百万级的网络主播 是的 他是自带BGM的人 这个BGM在全国特别特别的火 那接下来我们是 是 咱们就用他的这个专属音乐呀 来请出我们这位网络的达人 好不好 来准备 音乐 音乐 我要偷起来啊 我的草原我的马 我想咋耍就咋耍 我的草原我的马 家乡带我顶花瓜 我的草原我的马 说着小便的一朵花 我的草原我的马 把费分成故障家 我的草原我的马 小路姐姐欢迎她 欢迎她 欢迎她 好路姐姐 我小路姐姐 欢迎 欢迎 走过路过一点错过 这里的东西真不错 花很少您买好物 我只为留住回头客 看一看嘞 瞅一瞅 这里的机会不是天天有 今天我作为我们达茂奇的好物推荐官 向大家推荐我们达茂奇的非常多的好物特产 嗯 我觉得你刚才说完那时候BGM 咱们遇得来这一项 可以是吧 今天就是我们三人带过 一定会拳往必躲 吃得满了 我突然发现就是什么呢 咱们到了草原上 咱们回了达茂奇 我觉得每天呢我都特别的喜欢吃 咱们回来了 来喝成杯奶茶 喝奶茶现在是我们内蒙古人的代客 知道你来到我们内蒙古人的家里 我们都会 古人都会 一壶奶茶给你喝上来 必须要买这个价格 我得杀一杀 198 这什么东西啊 198 这一块底下放给大家了 喝198 198 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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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是 你如果只能就是 谢了才是第一条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三十名之后 然后就回这个价格 回这个价格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但是我们的直播 依然还在提醒 小路鞋帮头广播 这个是台湾首次的家乡带货 然后也是我们团队首次 做这个助力家乡的活动 然后前期准备了很长时间 也很紧张 但是整个在台上的过程 都特别特别流畅 也特别特别的 出乎我们的小学 如果我们想过有很多种可能 出现意外的情况都没有出现 证明我们还是 就是在这一方面 还是专业性很强的对不对 现场应对能力也很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期 这一次的直播之后呢 可能下一次我们就是团队独立应对 下一次我们就是整个自己 要走整个流程 然后再下一次我们就走出大帽了 我们就走向内蒙 然后再下次走出内蒙 就走向全国人都有可能啊 一定要把未来想得远一点对不对 十点第一分了已经 今天的直播可能要延迟了 因为大家都热过朝天 就是买的有点不够尽兴那种的 而我们的产品也出的特别特别强手 哎呀我真的是有点这一点 我有点没想到 当时我们可能觉得这是一次宣传 购买力可能不会太高 但是现在来看呢 购买力还是可以的 在上场的时候 小路的那个台词就是我们自媒体人 和这种官方的这种电台啊 或者是官方组织的这种 可能有一丝丝的区别 也趋向于现代化 趋向于更活泼可爱一些 更那个自由一些 然后他们呢 可能是更传统一些 更严谨一些 然后小路出场的时候呢 所以小路出场的时候 这段画面 给大家带来一个 惊喜的感情 然后这个时候出现的 上台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商家代表团 然后进行介绍 然后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 大帽棋的副棋长 和巴特尔先生 然后跟小路一起 在介绍大帽产品 可见现在这个社会 对于我们这些 其领导人也好 就是一切做政务的人也好 都开始研究这个 就是研究这个 变成带货 说的也很流畅 是不是 然后整个过程也很舒服 以前他们可能只是开过会 但是现在既然面对镜头 面对这个直播团 也这么 也弄得这么好 就是很冲突我 对这个正解人士的这个想想啊 所以看这是一种趋势 也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新方向 我们趁着这股风 站在风口上嘛 猪都能起飞嘛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整体都能起飞 结果还在继续中 可能要持续到十一点乐了 然后我也希望 所有的朋友们 都能喜欢我们大猫草原的产品 我也能希望我们大猫草原 能走向世界走出美貌 然后希望我们的人 持续关注我们 感谢观看